父母呢,给予自己的孩子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希望 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呢,能够站在一个更高的平台上 然后去开始他的人生 所以说呢,他们肯定就是说会对这个孩子的教育非常的重视 他们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中国的家长总在说 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输在这个起跑线上 有的人会说没有什么起跑线 但是实质上我认为还是有的 我叫桃圆慧 我有一个九州岁的女儿 我们一家人都住在谁啊 我的名字是雨展唱 我九岁,在临山路小学 我最喜欢的玩具是那个充气大白,可以亮了 我怎么样去描述我的教育方式 我感觉,怎么说呢 相对还是对孩子要求的比较严格吧 我的名字叫车静 我的工作单位呢,是沈阳理工大学 我现在在大学里做日语教司 我叫胡沐华 今年十四岁,上初二 实际上呢,就是说我现在也没有一个说比较成型的完整的一个教育方式 但是在教育过程当中,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呢 也有一点自己的小体会吧 实际上呢,我的想法呢,就是 盐松都得有 该盐的时候盐,该松的时候得松 原则性的事情是不可以犯的 但是一些小的事情呢 能够原谅啊,摇树啊,这都是可以的 谈起我的童年,我感觉我的童年还是很快乐的 但是父母对于我的这个管束还是很严厉的 作为我们这代人来讲,我是80年生人 可以算是80后 大部分的中国的孩子像我这个年龄的都是独生子女 我们这个基本上都有着就是非常相似的童年吧 我们的童年的时候和现在的孩子是完全不一样的 第一个呢,就是劳动特别的多 就是单位的,不是单位,学校的 还有那个就是家庭的劳动是非常多的 但是呢,就是和小朋友之间玩耍是非常非常多的 就是现在城里的这些孩子们玩的这些游戏 在农村的时候全都是免费的 感觉要如果现在的孩子如果也能这样的话 真的是挺好 但是现实不允许 在你的这个学生作为学生的阶段 如果你的成绩好 你各方面的这个很优秀 不光是在学习上 包括你在这个人生观 价值观 包括你的品行上 你都要受到良好的教育的话 你将来得到的机会肯定是不一样的 肯定是不一样的 这就是说每个人都像一棵小树 那么它都在不同的环境下成长 如果你给它施以更多的养料的话 它会成长为参天大树 那么和这个没经过这种养料滋养的这种小树的话 它最后在社会上发挥的作用肯定是不一样的 那小小的树可能最后只能做一个筷子 做一个牙签 做一些简单的东西 但是你是一棵苍天大树 你可能就会去做一些成为一个好的木材 你会做一些非常好的家具 就是你发挥的作用 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说 你发挥的作用是完全不一样 不是我的吗 是一棵苍天大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他的我的业余的时间 基本上都是在陪着孩子度过的 年轻的时候 就是说在我没有女儿的时候 我就是业余生活很丰富 晚上下班以后 我会去逛街购物 然后和朋友聚会 唱歌这样的 就是这样的活动也很多 但是自打女儿出生以后吧 可以说我大部分的业余时间 就是都是放在她的身上的 你是说所有的吗 她刚才不是打过吗 你觉得对你来说 要是所有的话 其实挺长时间 不过玩的时间有点短 她的玩耍时间吧 不是很多说实话 因为首先要考虑的是 她的安全问题 现在就是说 一个是外边的车辆很多 即使是在小区里 还有一些容易发生的危险吧 所以说我们很少让她自己一个人 在院子里玩耍 这是这样的 再一个呢 她的时间也确实很紧 每天晚上回来之后 做完自己的这个家庭作业 然后可能还有一些 客外的补习的一些作业 然后再要练琴 她每天晚上睡觉前 还必须要开一些客外读物 就是和孩子之间的矛盾 肯定是会有的 因为每天可能我都要陪着她 去练琴嘛 但是她在练琴的过程当中 肯定会有一些要求 达不到老师 也要求她的那个标准 但是她就是不想练 她就是有这个惰性 我们总会和她讲 就是说 你这是在学艺 学艺都是要吃苦的 不管你学什么 你就要坚持 其实我们并不是说 想把孩子培养成一个艺术家 从来都没有这样想过 但是为什么让她 一直坚持在弹琴 而且就是就弹琴这件事上 我们两个人还经常发生矛盾 还在坚持 就是可以说从小的时候 就想让她知道 既然你做这件事了 就要坚持到底 对 八分一回想的 你老师说八分一回 我想了 但是你没点好 我这么一想的 这一块 那为什么没弹好啊 我难忘了 那弹好怎么那样啊 没使劲啊 没使劲 就是基本上有点力度的意思嘛 再来一遍 要弹出生命 不是我弹好了 弹出生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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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来一遍 我听不弹好吗 哭得有用 生命蛮好吗 我觉得我没让他生气 我压根没让他生气 他就生气 不应该这样 好 放松的父母 做一个放松的父母 实际上呢 就是说这之前我不放松 非常紧张 有焦虑 因为一家就一个孩子 这是中国的现实 所以就是说 希望他将来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呢就是 在学习这方面盯得非常紧 就是 虽然是小学或者什么的 然后感觉就是 特别希望他 学很多很多的东西 然后可能有一些事情 就 娱乐可能就丢失了 但是 所谓的紧张 就是我心里紧张 形式上倒没有说的那么紧张 要是跟别的孩子比的话 就是心里特别焦虑和紧张 呃 现在的话呢 相对就是 呃 要好一些了 因为 孩子成长 家长也成长 所以通过这个学习呢 就感受到 呃 能够给予孩子一种 轻松的环境的话呢 它会 有更好的反应 我觉得过几年 中国教育方式 呃 可能会 更严 为什么 因为 现在很严 但是 没起什么作用 也许他们就觉得更严 也许会 更好一点 然后就可能更严了 我的教育方式的话 实际上不是说一个改变的问题 呃 实际上呢 就是作为家长来讲呢 随时刻刻也是在一个学习的过程 因为不是哪个人出生 有了孩子就可以做父母 或者是做很好的父母 呃 我觉得孩子有自己的要走的 他的能力呢 就是只是他自己的能力 不能说我想让他有什么能力 他就有什么能力 那么作为父母呢 只能是在他一路成长这个过程当中呢 嗯 给予帮助 给予引导 嗯 给予就是说协调 我觉得只能是做自己方面 你也认为是说协调 你也许会 我还是想要有些人 你也许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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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